我是您的脏速导游卓马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外国人坐火车进藏要知道的事 首先,所有的进藏列车都会在西宁站 换成有氧列车进行心脏铁路 到了西宁站呢,然后我们要提前收拾好行李 旁边有一辆有氧列车正在等我呢 我们就搬到那一个车上,那辆车是供氧的 只有供氧列车才可以去拉萨 西宁是我们天路之前的第一站 这里的海拔2200米,不会出现高反 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从西宁开始,我们算是正式进入这个青藏高原 西宁过后的下一站叫格尔木 格尔木是我们第一波最容易出现高反的地方 为什么呢?因为格尔木的海拔有2800米 这里就是海拔3000米的一个开始 在这里很多乘客会出现轻微的一些高反 尤其是咱们坐在硬坐的乘客们 而且格尔木他要停车25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要停车这么长时间呢? 第一个是他要化火车头 只有内燃机的车头才能行驶在青藏高原 第二个也是给我们的旅游留一个充足的时间做调整 明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火车已经行驶在了海拔4000米的可可西里夫人区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 慢慢地走,多喝热水,多吃热饭 而且现在外面风景也挺好的 幸运的话还能看到藏林阳本野生动物 紧接着11点多 我们将要到达这条线的海拔最高点 5230米的唐古拉山 随后我们便要翻越这个唐古拉山 这时候我们带的零食都会出现高原反应 人体同样也会出现高原反应 下午我们将要到达纳区站 纳区海拔4600米 这也是到达拉萨的前一站 这里停车6分钟的时间 紧接着18点46分 到达本次火车的总点站拉萨 而你们到了酒店之后 一定不要去洗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明天处在这个高反最明显的一天 而且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也是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你洗澡呢 就会很容易出现高反 火车进藏的知识你知道了吗 建议收藏保存优 同时告诉大家 我们旅行社可以为外国友人和 台湾同胞免费办理入藏函 欢迎在后台资讯我们 Justly 我是卓马 Tibet Horizon是一家专门接待 全球游客进藏旅游的西藏当地旅行社 如果您想去西藏旅游 请通过微信203019436 或邮箱卓马Tour at gmail.com 与我联系